八分钟 两道菜 每年的9到12月是大大蟹 非常成熟 丰收的季节 在这个时候的大大蟹 基本上整个的味道是鲜美甘甜 绝对不在话下 它的蟹膏蟹黄是相当丰富而饱满 真的 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吗 非常多的营养价值 比如说 像是有钙 蛋白质 它附的蛋白质 然后钙铁之类的 今天我们用这个来做八分钟两道菜 对 是不是啊 两种螃蟹啊 对 没有一种螃蟹而已 但是两种的做法的味道不一样 第一道菜的菜名叫做 蛋鸡大大杂蟹 蛋鸡大杂蟹 还是蛋鸡 蛋鸡大杂蟹 然后呢 蛋鸡大杂蟹 另外一道呢 是川味草蟹 川味草蟹 对 有没有看到 很可爱吧 上次你这样比较使得多大一点 没有 就是这一个 上次有出现过 我只是用两个锅 然后做两道菜 对啊 它有不同的上面的这个锅具可以替换 对对对 你看喔 这边有一个 你要煎牛排的啊 炒菜这边也可以 而且这都是不沾锅的 对 如果家里一般没有那种火炉的时候 没有火 那像你可以直接放在桌上 然后直接插电 就可以当个人小伙伴 老板 两组 你再跟他订货 我就要订货 你一起 我们团购 真的非常好用 短分钟 两道菜 計时开始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蛋鸡大杂蟹 需要大杂蟹吗 来 我不是要大杂蟹可以料理 不是蒸一蒸而已 大部分都是用蒸的啦 对啊 人家说海鲜好吃 其实就是要去一蒸 对原味 这样子鲜到那些糕不都跑出来了 对 好浪费喔 它真的 哇 这个蛋整个加进来 旁边还有一点点 我知道 我知道 这边 我知道 这边有这么多细节 那我来 尽量 来 加个姜 老姜 去腥 还有黄酒 黄酒 对 对 黄酒 这边再加盐巴 盐巴加进来 从来没看过这样子 大杂蟹 把它拌一拌 人家不是说大杂蟹是非常凉的东西吗 所以它配有红酒吧 整个把它腌一下 腌一下 然后这里面加的蒜苗 直接放进去 再把它加在一起 还有蒜耶 对 好 再 加油 油多一点点 大概两大匙 好 然后这边转好 那是转最大吗 对 转最大 冒烟了 好 就已经放在那边 让它自己弄了 让它局 一局了嘛 那我们这边用四川的那个了 对 四川 对 川味的做法 川味 对 我很喜欢上影片的节目 都可以学到各地的口味 对我们演戏的朋友帮助 对我们演戏的朋友帮助 对 独立的螃蟹 它里面的肺叶都是拿掉的 对 肺叶已经拿掉了 肺叶已经拿掉了 对 肺叶已经拿掉了 不要以为说 拍白粉就好了 现在饭头呢 现在直接在这里面炸 在这里面炸 在里面炸 葱姜进来 好 把下面炸出来 好 今天我们再加高汤一点进来 不会那么硬 好 好 来 黄酒再加进来 再把它盖上 所以黄酒是喷两花下 对 第一端接第二端 对 香气不一样 来 那是什么 辣豆瓣 辣豆瓣 还有两分钟 那个 炸茶酱 等一下要淋上去的 两汤匙的辣豆瓣 加上一大汤匙的炸茶酱 快要加水了 差不多快要加水了 醬油 待的时候加水了 很重 很重 错 加点糖 没有错 糖一大汤匙 米酒 米酒一大汤匙 好 这边的蛋已经到了 直接呢 就给它移过来 里面的蛋要捞干净 好 蛋头一起捞过 对啊 你一样是大火 一样是大火 这个 红油 红油先进来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下面那个蛋 所以它的围鱼的咸度 就是刚刚加了一点点盐 还有螃蟹本身的咸度 来 多千 剩下 最后一分钟 好想沾那个面包的饼 对啊 怎么时间那么快 真的时间那么快 一下子我们都老 再来 花椒油 花椒耶 好香喔 拜托给我切 那这一道呢 就像这样子 太精彩了 好香好香 有没有 它整个 它一锅烧到底它好了 而且刚好熟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咱们准备 玩游戏了 好 好 好